我相信也更是我们内在的生命 我们借着神父 还有弟兄姐妹大家的努力 我们愿意更新 除了圣堂的更新 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更新 更能够带上我们外在圣堂的建筑 所以我们说 圣堂的建筑 不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结构 一个圣堂 更是我们内在的每一个人的信仰 那建造我们教会 就是圣神降临这一天 开始了我们教会往外传良的 这样的一个行动 那教会正式正建立 比如我们看到今天的福音 所提到的 在我们的读经里面所提到的 宗徒们在耶稣复活之后 纵使耶稣复活了 他们还是不敢往外的大胆的去宣讲 他们经历了耶稣的痛苦的死亡 当然耶稣后来显现给他们 跟他们说 他复活了 他天天跟他们在一起 但是门徒们还是缺怀土内在的力量 直到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神的降临 带动门徒们往外去宣讲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恩宠 那这个信仰除了恩宠 我们自己要准备好心灵 如同教宗日王保罗二师常常提醒我们的 打开我们的心 去接受去相信 刚刚我们的姐妹 这次利亚也在我们门口的时候 她说她愿意 也去寻找 也愿意来接受这份信仰 也准备好了 不止她准备好了 也有代父代母 我们信仰的团体 帮忙她 一起活出这份的信仰 所以 需要我们内在的配合 那更重要的 除了我们打开心门 接受这份信仰 去相信之外 那更重要的就是圣神的恩宠 所以我们待会会借着洗礼 还有我们十几位弟兄姐妹 也要接受这个坚正圣事 那也再度的提醒我们 圣神借着我们的祈祷 我们内在的准备 以及我们一个圣事的一个力量 会到我们内心里面 帮忙我们 陪伴我们整个的信仰 也坚强我们的敬仰 也赐给我们恩宠 不只赐给我们恩宠 神恩 更重要的陪伴我们 也给我们圣化的恩宠 接着祂的恩宠 让我们的生命 跟耶稣基督的生命 更加的结合 也更分享耶稣基督 所赐给我们的 复活 永恒 荣苦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那这份信仰 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建造 那圣神也透过 不同的神恩 除了我们每个人 本性的各种才能之外 当然我们说社经上 有一些特殊的恩宠 那这些恩宠也是帮忙建立教会 让我们教会 在天主的爱内 更加的合一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 牵住这样的一个奥基 那这样的一个奥基 也如同我们这一期的 周报里面 社伦里面提到 那我们 中文的字很特别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 把一些字 稍微拆开来解释 会觉得 某方面这些字 有它特别的意义 那这期的周报里面 我相信可能是 黄志荣神父 他特别 很喜欢 我们所谓的汉字神学的 教育的研究 他把 复活的活字 耶稣复活是我们基督宗教 神信仰的核心 没有耶稣的复活 那我们就没有这份信仰 那保禄也说 耶稣没有复活 那我们的希望都是空的 那 这个 社论的作者 他把这个活字 把它做一个解释 说中文的活字很特别 是一个水 跟一个舌头的舌 那我们想到水 那当然我们说水之身万物 那水它的本质 是一定的 但是它的形状 我们说有七体 固体 液体 那象征说 圣神 我们也会想到 圣神是活水 我们领起的时候 就是倒水 那圣神 借着这个水 给我们超新的生命 以不同的 不同的神恩 给每一个教养